農業部跟富邦三物保险高分一環公司 推出113年的富邦三物降水量參數 事過農作物保险 農民在四月到九月 可以選擇一個 以這些所謂連三月份來投保 可以降價天然在海所造成一份的損失 為了高利農民投保 並且減金保費負擔 農業部保助投保農民的保险費2分1日 每共限以3萬塊為上限 該管政府另外補助20% 每共限以1萬2千塊為上限 因此農民上級只需要自己付30%的保費 就能在海底保障 以單獨性保七月圍的 每共限保費是8384塊 農民只需要自己付2555塊 就能在海底保障 在這邊也提醒西瓜農作物保险的銷售期限 到今年的5月31日為止 有興趣投保的農民 可以就近找土地所在地的農會 或者是富邦產線公司的各服務據點進行投保 該管政府農入處提借農民 13年時過保险消息期限到13年的5月31日為止 將以為投保的農民 在議員來到土地所在地的農會 也就是富邦產線公司各服務據點 把你投保障 新新聞主要是 該議官 彩虹報登 有興趣投保的農民 有興趣投保的農民 嘉義我們的鳳梨 都經過嘉義縣政府把關 也透過台隆發整個的把關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享用 一陣咪 好吃 Yeah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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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哇 哇 哇 台湾發 好吃 好吃 好來加油優先 抑美 好吃 欢迎订阅